接下来是一个今年最离奇的故事 时间要暂时回到今年夏天的巴西里约奥运 当所有各国选手报到的时候 每个人他们都收到一个惊喜的礼物 是一具崭新的三星最新的手机 当然这一方面显示了三星 这个南韩赞助商的周到礼节 其实也是他们全球宣传公式的一个项目而已 因为就在奥运节目的前两天 号称史上功能最强的三星Note 7手机 在全球正式登场 功能强到可以烧穿你的行李 甚至烧掉你的家 这个手机的寿命短短的就只有两个月 就此送进了坟场 未来还会不会有所谓的Note系列 恐怕都很难说 对于三星可真的是损失惨重 不仅是几百亿美元的财务损失 更严重的是是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 那难以估计的品牌价值 这中间三星两度召回 没有几乎来贫富这个危机 但结果整个事态跟悲剧会更加的严重 因此显示这里面不仅是品管的问题 整个公司的经营治理恐怕有更大的崩坏危机 如今真正引起这个手机自然的原因 还是弄不清楚 而南韩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不过所有人也都在问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当一个企业集体盲目追求利润的时候 是不是危机就会伴随来到 烧烧烧 一只只焦黑的三星弄器简直成了一只恐怖手机 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把我腿上的東西 把我腿上的東西 然後就叫它燃燒 全球爆炸因它四起 美國還有用戶的吉普車 竟因此被燒成廢店 場面嚇死人 這就是我的最後一想法 一個新的機器 像一手機一樣 會燃掉我的車 或家庭或傷害家人的事 另一個誇張畫面 是在一家眼鏡行 命婦女在櫃檯結帳時 包包裡的Note7突然爆炸冒黑煙 嚇得店員落荒而逃 一直動輒26,900元起跳的Note7 在8月2號里約奧運開幕前開賣 才兩個月又9天後 打入永久停產之列 全球手機大廠三星 怎會落得如此地步 Note7的第一爆18月24號 在南韓傳出手機充電室發聲 之後陸續傳出35起自然預爆炸 三星第一時間說是離電池瑕疵 在上市一個月後 終於由手機部門最高主管出面道歉 全球招回 坦稱手機史上第一樁 還說每一百萬支手機 僅有24支受到電池問題影響 比例並不算高 後來更在英國官網上指出電池發生罕見錯誤 陽極與陰極接觸導致電信過熱 但問題真的只在電池上嗎 首批250萬支Note7中 七成的電池由三星子公司SDI製造 三成由大陸的新能源科技ATL供貨 當時大陸電池的Note7未傳意外 三星在宣布全球招回後 緊急更換成大陸的電池 沒想到全球回收後繼續連環報 南韓速食店中的Note7狂冒煙相當嚇人 美國還出現多起用戶因吸入濃煙 或燙傷的不幸事故 我拿了它 看到煙燒 然後我放在桌上 感覺像鈴鐺 電池應該是代替的 所以你會覺得安全 它沒有吸收 它沒有什麼事 它只是坐在那裡 今年上半年 三星靠著S7獲利亮眼 強大的行銷宣傳搶盡風頭 里悅奧運柔道金牌 美國選手哈里森 自拍手機是三星送的 南體操選手李恩珠 也拿著三星手機 和北韓前輩選手洪恩貞玩自拍 看準奧運熱潮 三星大手筆 送了一萬兩千五百支S7 Edge 給奧運選手 還順時推出奧運限定版 置入搶曝光 手法一流 韓劇家 韓國手機 互相拉抬 Doctors更出現最新 Note 7特寫 為了搶在iPhone前 Note 7刻意提前上市 不但開賣時間有策略戰 手機本身講究規格戰 Note 7還強調紅膜辨識功能 或許因為功能太過強大複雜 讓Note 7大失控 最近一段自然影片 只見一名夏威夷婦女 拿著冒煙的Note 7逃到客廳 睡著的先生被驚醒 報請消防堆處理 原本估計 年底可賣一千兩百萬支的Note 7 以每支一百零八美元的純利計算 至少有十三億美元進帳 沒想到很摔跤 股價連日重挫 估計連帶造成損失達一百七十億美元 致命的疏失到底在哪 三星至今尚未釐清 只要一天沒有清楚的答案 手機與商譽危機 就無法真正落幕了